在過去一年,創新及科技局大力推動和支持本地的創新科技發展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簡稱LSCM研發中心 一直致力研發促進物流及供應鏈之相關行業發展的各種技術 還與香港以至內地的政府部門、本地大學以及公司合作 協助多間機構採用最新的技術 回應業界日新月異的各種需求 LSCM研發中心 首創一個具有一維條碼和無線射頻識別RFID標籤雙重閱讀能力的手提裝置 用來配合香港國際機場推出的在家列印行李標籤服務 乘客可以預先在家中打印有一維條碼的行李標籤 再將它放入附有RFID標籤的行李識別套入面 到了機場之後 乘客可以在自助行李托運櫃台 用讀寫器讀取登機正常的二維碼 以及行李標籤上的一維碼 然後再將行李標籤上的資料 輸入附有RFID的行李套裡面 完成之後 行李就可以放上輸送帶直接上機 整個過程快捷又方便 香港國際機場自力發展成為智能機場 並且積極引入創新科技 優化旅客的機場體驗 例如旅客可以在到達機場之前 可以預先上網辦理登機手續 以及自行打印行李標籤 縮短在機場櫃台的排隊等候時間 提升機場營運效率 LSCM研發中心 最近還與香港大學合作 研發出一套互動虛擬實境VR系統 去幫助培訓物流業的技術人員 這套訓練系統 運用了虛擬實境VR 和人工智能的技術 並以實例為基礎 創造了高性能、多功能 和可以重置的互動VR培訓環境 用來支援企業規劃 和決策培訓 Professor Lauber 究竟企業是如何應用這個系統 去進行培訓呢 在空運業裡面 國泰航空貨運站 就用了這套系統 作為他們停機平運作的培訓 提供一個真實互動的環境 幫助員工熟習日常操作 提升了安全和服務水平 香港空運業首次引入 這種暫新互動VR培訓技術 比起傳統在課堂的教學 記迫真又更加互動 可以提升員工的學習興趣 和投入 LSCM研發中心 接下來會繼續配合業界的不同需要 進行技術的研發和改良 致力提升業界的營運效率 在社交部會議員工的學習 會議院會議員工的學習 所以會議員工的平衡 提升業界的營運效率